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 ReduxThunk中间件 如何进行阿贾克斯请求的发送 大家看到ReduxThunk和中间件 可能有些困惑 不必担心 随着课程的深入 你将彻底的掌握ReduxThunk 以及React中中间件的原理 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大家来看啊 现在ToDoList在ComponentDiedmont里面 做了一个阿贾克斯数据的请求 乍一看我们的代码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异步的请求 或者呢我们把一些非常复杂的逻辑 都放在这个组件里进行实现的时候 这个组件有的时候会显得过于臃肿 所以呢遇到这种异步请求 或者说非常复杂的逻辑 我们希望把它移除到其他的地方进行统一的管理 我们可以移到哪里去管理呢 ReduxThunk这个中间件 可以使我们把这样的一步请求 或者说呢复杂的逻辑 放到Action里面去处理 我们看一下ReduxThunk如何使用 ReduxThunk是Redux的一个中间件 那为什么叫做中间件呢 下一节课我再给大家讲 这节课呢我们在项目中先使用一下ReduxThunk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ReduxThunk如何来进行代码的编写 打开网页 我们进入GitHub的官网 在这里我们搜索ReduxThunk 在这里我们搜索ReduxThunk 大家稍等 你会看到我们搜索出了一个对应的项目 它有8.9K的Star 在React之中呢 ReduxThunk这个中间件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应该把它学会 我们点开这个中间件的目录 你可以在下面呢看到它的安装和使用的方式 那么我们一步步跟着来做 往下翻 我们要去先去安装这个ReduxThunk 所以你可以在这看到有一个npm install-saveReduxThunk 那这样里面我们如何去安装ReduxThunk呢 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在这里面我们用1r addReduxThunk 对它进行安装 这个时候呢ReduxThunk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呢Ctrl-C可以继续的重启下我们的项目 OK ReduxThunk安装好了 我们该怎么用它呢 打开对应的官方的文档 我们来看啊 首先当你创建Store的时候 你要去使用这个中间件 如何使用呢 首先你要引入一个ApplyMiddleware这样的方法 我们打开创建Store的代码 看一下创建Store我们在哪写的代码呢 我们在Store下面的index.js里面创建的Store 在这儿如果你想使用这个ReduxThunk的中间件 首先你要从Redux里面引入这个ApplyMiddleware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呢使得我们可以使用中间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再回到代码里 在这儿来看你要从ReduxThunk这个库里把对应的Thunk引入进来 也就是我把这个模块啊 ReduxThunk这个模块给引入进来 接着我们怎么办 再来看 当你创建Store的时候 你需要在Store的第二个参数里面填写一个ApplyMiddlewareThunk 我们呢复制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第二个参数是WindowReduxDV2'sExtension 我们呢先这么去写 写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来看啊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我创建Store的时候 使用Reduxer构建初始的数据 然后在创建Store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Store会使用一个中间件 这个中间件是谁呢 是Sunk这个中间件 这么去写就行了 我们最后的这个WindowReduxDV2'sExtension 该放到哪里去呢 我们可以剪切一下 剪切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Sunk啊 写成一个书组的形式 然后呢把这段代码 粘贴到Sunk的后面 实际上ReduxDV2'sExtension 也是一个Redux的中间件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到创建Store的时候 你既用了Sunk中间件 又用了之前我们使用的这个ReduxDV2'sExtension 这样的话在创建我们Redux的Store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了这个Sunk中间件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这种Redux的中间件呢 我们通过Redux创建Store的时候 要使用这样的中间件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中间价指的是Redux的中间价 很多同学呢学着学着就把它变成了React的中间价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我们说的中间价指的是Redux的中间价 OK保存 然后呢我们到我们的控制台 它再重启 我们稍等一下啊 回到页面上咱们看一下 刷新 Middleware is not defined 我们看一下哪里写错了 这里呢 ReduxDV2'sExtension这个Middleware呢 其实你通过数组这么去写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会呢再去改一下这块的代码 我呢先可以把它去除掉 保存一下 我们先只使用Sank这个中间价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条错可能不太好用 我们回到页面想先看它报不报错了啊 不报任何的错误 1 2 3 OK 这说明呢我们现在正确的使用了ReduxSank 我们打开控制台 OK 他说呢 To-do list UI下面的component被定义了 但是没有被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残留的这个问题 To-do list 在哪个文件里面呢 实际上在To-do list UI这个组件里面 你引入了component 但是实际上呢你创建了一个无状态组件 并没有继承这个component 所以他会提示你你写这个是没用的 我们把它删掉就行 有的同学会说 react在下面好像也没有被用到啊 那我们删除react行不行呢 显然它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组件 它的gsx之所以能够被正确的运行 就是因为呢 由react帮你做编译 如果你把react去掉的话 下面的代码就没法正确的运行了 所以react还是要被引入进来 保存 我们再到一面 这个时候什么警告也没有了 虽然呢我们正确的使用了reduxsync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也就是在创建store的时候 你呢只写了sync 但是之前的这个window下面的reduxdeveloper tools呢 你并没有被正确的使用 那如果你既要使用sync这个中间价 又要使用它这个扩展 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打开github 然后搜索reduxsdvtools 大家稍等 redux-dvtools 在这呢 大家会找到reduxdvtools这个开发工具 我们点开 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读一下文档 我直接呢就给大家定位到文档所在的指南的位置上 我们来找一下啊 feature 我们再往下 这里呢好像并没有找到它的指南 我们呢回过头再来看一下后退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reduxdvtools extension啊 我们点开 好果然在这里 这里呢讲解了window.reduxdvtools extension 应该怎么去用 我们往下翻啊 它说advanced store setup 高级的store 设置指南 我们这个时候的store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store了 你可以看到呢 它呢最终会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reducer 另外一个参数呢 它用了一个compose middleware 但是呢这种方式我不太推荐大家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块 这段代码呢 创建了一个store的enhancer 大家呢不太熟悉没关系啊 你可以直接把这段代码拷贝过来 复制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代码里来写一下啊 我们创建了一个compose enhancer这样的 我们看是一个变量 变量里面呢 它会去根据window点是否等于object来做判断 好实际上这块呢 你可以给它先去掉 因为我们呢写的是浏览器的应用 所以呢 window点object是一定存在的 这块呢我们写的和之前一样啊 如果你的window点reduxdvtoothextension.compose存在 那我呢就去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这块呢我可以把它都去掉 这和之前一样 否则你就让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compose函数 这个compose函数呢实际上你要从redux里面引入进来 大家呢跟着我的操作来把它引入进来就好了 如果呢这块的代码那边写不太熟悉没关系 直接呢到官网来抄就可以 只不过呢你抄的时候可能不知道compose来自于哪里 其实它来自于redux里面 这么写完了之后呢我们的compose enhancer就写完了 接着呢我们看下面这块代码呢 你就可以把它去除掉了 取代之apply middleware这块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现在你使用的是sync这个中间件 我们呢要两个中间件一起用 大家看啊我们在这定义了一个enhancer 复制代码我们再到这里 enhancer等于compose enhancer 也就是让上面的这个助具变量啊存储的这个方法执行一下 顺便把middleware通过apply middleware执行一下传入进去 我们呢并没有middleware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的这块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sync这个中间件 代码写成这样我们做一个保存 接着呢我们创建store的时候 不再去使用apply middleware这种语法了 直接把这个enhancer传进来即可 保存一下回到我们的页面之上 我们刷新to-do list 它会提示什么呢 middleware is not defined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好像并没有middleware 所以呢我们去重启一下服务器啊 应该是哪里写错了呢 apply middleware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apply middleware把这个middleware展开 OK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展开运算服 所以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写这个数组 大家直接把这个sync给它 外层的这个数组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网页上 再刷新我们的to-do list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代码又运行成功了 通过这种形式的编码 使得我们的这个store 既支持window下面的dvtools 也就是可以去调试store 我们在这个控制面板里使用redux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往上拖一下 这里的数据我们依然可以获取到 所以这个插件的内容是没问题的 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reduxsync 那么现在我们只做了一个事 就是什么 安装了sync 然后呢去在store创建的时候 使用了sync 而且这段代码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去编写的 我们从哪里去抄过来的呢 都是从github对应的这个cool的指南里面抄过来的 这样的话我们先已经使用好了reduxsync 接着呢我们就要围绕reduxsync来编写代码了 我们关闭一下这个UI组件 关闭reducer 我们只留一个to-do list 配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功能 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把一部操作的代码 从组件里面移除 移除到哪里去呢 移除到action里面去 我们看啊 怎么去写我们的代码 之前我们说我们的actioncreator 返回的内容 都是一个什么内容 大家看这是一个函数 actioncreator里面的任意的一个actioncreator 都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返回一个对象 这点大家要明确 当你使用了reduxsync之后 你的action可以是一个函数了 我们这样去做 export const 叫做getto-do list 等于一个函数 正常来说 它return应该return一个对象 但是使用了reduxsync之后 我们return出去的结果 可以是一个函数 return一个函数 OK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做 一步的操作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axis 获取数据的请求 复制一下 粘贴到这里来 OK 现在我们的一个actioncreator 返回出去的内容 不再是一个对象了 而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 我就可以让它做一步的操作 在这里 它去获取list addition 当然呢 你要使用axis 所以你要把to-do list上面 对axis的引入 拿到actioncreator里面来 OK 继续 我们再往下看 当你获取了data之后 你去拿到data里面的res.data 然后呢 下面这块代码 我们先可以把它注视掉 先console点log下 data 保存 大家猜 你现在的页面 会不会发这个请求呢 实际上我们都不用去看 它肯定不会发这个请求的 因为现在getto-do list 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从来也没有被调用过 那我们如何去调用这个函数呢 其实大家看啊 actioncreator 创建出的内容 永远都是一个一个的action 只不过使用了reduxsync之后 我们的action不再是一个对象了 或者说不仅仅可以是一个对象了 它还可以是一个函数 我们看这个返回的函数 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在to-do list里面 当你组件加载完成的时候 这里呢 你也不需要自己去请求数据了 你只需要干什么呀 创建一个action const action等于什么呢 这个action是由getto-do list 创建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需要把getto-do list 在to-do list这个组件上引入进来 好 然后呢 action等于 我们来把这块getto-do list抄下来 等于getto-do list这个函数生成的对应的action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action打印出来 你会发现呢 它实际上得到的结果不再是一个对象了 而是一个函数 原因就在于getto-do list这个时候返回的就是一个函数 OK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回到页面下 咱们刷啊 这个时候大家看 打出来的确实是一个函数 也就是reduxsync 使得我们去创建action 或者呢 使得我们支持action是函数的这种形式 那么action是一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这样去做 store.dispatch 直接把这个action发给store 保存一下 我们把下面的代码清除一下 然后我们刷新页面 大家看 这块hello del list是不是输出出来了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啊 你现在构建了一个action 这个action是一个函数 当你一定要用store.dispatch这个函数的时候 action里面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action对应的 就是这个函数啊 它会自动的被执行 我们再来说一遍 当你一定要store.dispatch 把这个action发给store的时候 这个action呢 就会被自动的执行 这个action是谁 就是这块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被执行呢 它就会发一个请求 获取数据 把数据打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页面上产生了hello del list这三个内容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当你在这里获取了数据之后 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 那store里的数据怎么被改变呢 我们要走那个流程了 首先创建一个action 等于init list action对吧 这个init list action 这个时候我就在actioncreator这个文件里 所以你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把data传进去 OK下面这句话就没用了 然后我们再说创建好了action 也就是说有了数据 我创建好了action 下一步是什么 跟以前一样 下一步我们该把数据给到store了 怎么给 要用store.dispatch方法 但是现在actioncreators里面 并没有store.dispatch 或者并没有store这个仓库 怎么办呢 实际上大家来看啊 当你 要用getto the list 生成了一个内容是函数的这种action的时候 这个函数啊 能够接收到store的dispatch 方法 所以你直接在这儿写一个dispatch 下面就可以去使用了 你无非就是要把这个action传给store 那么dispatch方法就可以帮你干这个事儿 你直接就要用dispatch action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代码去除掉 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我们刷新 大家看 hello daily是不是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说 init list action is defined but never used 哪里写错了呢 实际上不是写错了 是一个警告 之前我们在这个to do list的组件里面 使用过getto do list sorry不是getto do list 是这个 我们往后翻 init list action 现在呢 这个action我们已经不在这个组件里用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删除掉之后 我们再回到页面刷新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块代码呢 大家出写啊 肯定觉得很绕 那写完了我再给你捋一下 首先我们看啊 我们先去进行了reduxsync的安装 怎么安装呢 我们先npm或者yarnaddreduxsync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在创建store的时候 要去使用这个中间价 怎么使用呢 我们照着官方的文档一步一步呢 去做配置 然后呢 通过door enhancer这样的一个内容 把它传递给create store的第二个参数 我们就使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仓库 既使用了sync这个中间件 又使用了reduxdvtools这个开发者工具啊 那么配置好了这个reduxsync的环定之后呢 我们看 它使得我们可以在action里面去写ebo的代码了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todo list来看啊 当我们的组件挂载完成的时候 以前我们说创建一个action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一个js对象 但是现在当你使用了reduxsync之后 即使你get to the list返回的内容不是一个对象 而是一个函数 你也可以通过store.dispatch把这个函数发送给store了 之所以你能把这个返回值为函数的action发送出去 就是因为你使用了reduxsync 如果呢 你把reduxsync在这里去除掉 大家看啊 你创建store的时候 把sync去除掉 然后呢 你再去实验一下代码在这儿就会报错 就会报什么错呢 说action必须是一个对象 只有你用了sync 它才可以是一个函数 我们继续来说 你dispatch dispatch了一个函数 实际上store只能接受一个对象 那怎么办 store发现你这是一个函数 就会干一件事 它帮你自动的执行一下action对应的这个函数 action对应的函数是哪个函数呢 我们打开actioncreator这个get to the list这段代码 它运行的函数就是这一段的函数 这段函数在干什么呢 再去取json的数据 然后呢获取数据 你获取好了数据 接下来呢 你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 怎么改变呢 只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 又要走redux的流程 先去创建一个action 没问题 我们调用init list action 之前写的这个action 去创建了一个action 然后呢 我们想调用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store.dispatch方法呢 怎么去获取到呢 你返回的这个函数自动 它就会接收到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所以呢 你只要在这儿 调用dispatch 把这个action派发出去就行了 这个action实际上是一个对象 store呢会判断 你这个action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象 所以呢 它直接就接收这个对象 改变它原始的状态了 这么一弄 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 以前我代码写的好好的 我就把这个获取阿甲克斯数据的内容 放在component的deadmont里写的多好啊 一开始我在学react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随着你代码量的提升 你对react逐步的理解 大家呢会发现 实际上如果你把一部函数 放在组件的生命周期函数里来做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组件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实际上你还是应该把这种 复杂的业务逻辑或者义部函数 拆分到一个地方去管理的 那么现在借助react适上可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 actioncreator里面去管理了 放在这里管理 又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 当我们去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 你去测试getto do list的这个方法 会非常的简单 它比你测试组件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要简单的多 说到自动化测试这个问题呢 很多同学可能并没有接触过 那么没关系 在后面我也会出课给大家讲解 我们打开我们的网页 我们点击刷新 在这里输入a 然后再删除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报一个警告 我们看什么时候报啊 当我点删除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报有的时候不报 我们再去输几个 我们看是不是删除的时候会报啊 果然删除的时候会报异常 那我们呢可以去定位一下代码里面的错误 大家看 当我去做to do list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删除的方法传给子组件 也就是我们的UI组件 UI组件呢 接收到这个删除的方法之后 在哪会去掉用这个删除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啊 当你渲染一项一项的时候 当这个list item被点击的时候 你去执行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handle item delete这个方法 哪里写错了呢 实际上这里写错了啊 大家看 你去渲染一项一项的时候啊 这一块有一个index onclick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怎么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你直接把这个index给它去掉就行了 因为这个index是这个参数里面传递进去的index onclick这个函数 它是一个键的话数 不会接收到index的值的 或者说呢 它的这个index实际上是event 这个事件对象啊 当然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事件对象 而是它的下标 它的下标呢 我可以把那个index去掉 直接用index就可以了 对应的就是render item 循环渲里面的这个index值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a b 好 我们快速的删除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通过使用redux thunk 这个中间件 实现了todolist 做一部请求的这样的一组操作 这节课呢 我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大家呢 不必太关心中间件实现的原理和底层 因为下一节课我会给大家讲 这节课你只需要跟着我的视频 反复写三到五遍 这个中间件的使用流程就可以了 当你把这个中间件的流程捋清楚之后 我下一节课给你讲原理的时候 你才可能听得懂 所以呢 大家一定不要偷懒 把该写的代码给写了 那么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 这门课如果你学完成之后呢 其实你足以应付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reactor开发套路 这节课呢 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